你不要贼装了 我现在就告诉你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怀孕 这只不过是我挽留皇上 走得一步棋而已 你说什么 你没怀孕 那幅画像的时候 本是我想陷害姐姐 即便陷害不成功 我笃定依照姐姐的性格 定会置我于死定 这样一来 皇上就会站在我这一边 说你傻你还真的傻 我关心你都来不及 我怎么会害你呢 正是你这种假情假意 害得我走到如此地步 想不到 你对我百般热情和嘘寒问暖 凡然让皇上高看你一眼 我现在已经是无计可施了 以后不要再用这种方式了 我现在已经是无计可施了 你还不乾杯 我现在已经是无计可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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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招 别睡了 张太医 娘娘跟你说话呢 你说 咱们什么时候装这个小产 比较合适啊 娘娘 娘娘慢向稳定 想必这孩子也是极好啊 别装了 你就直接跟我说 咱们什么时候 把这个孩子拿掉 娘娘 这孩子是真有了 之前陈寿张老夫人之托 要称娘娘怀了孩子 但陈上次给娘娘诊脉时 确实发现娘娘有了身孕 娘娘 今天姜氏没了孩子 咱们又有了孩子 这真是双喜临门哪 娘娘 娘娘你怎么了 来人哪 快来人 其实这个孩子不能生 这么说你是不想和朕共同生养一个孩子 这不是和谁生的问题 而是让我生孩子 我根本就没有那个功 那 我接受不了 你可知道 你这话是大逆不道 生而育你是你的责任 你若是敢对这个孩子做什么 朕是不会放过你的 真命你好生修养 不要胡思乱想 听明白了吗 我疼疼 我疼疼 陛下多久没有看过 弃声为您跳舞了 有时候朕在想把你接入宫里究竟是对还是错 你进了宫 却变得心狠手辣 贵迹独断 皇上 上次你用画像仪式表陷害皇后 朕并没有深究 一是念在你一时糊涂 二是皇后嘱咐着你不要为难于你 皇上竟是因为姐姐才不作法臣妾 这已经不是你耍耍小镜子那么简单的问题了 你居然谎称怀孕来欺骗朕 那都是对您的一份爱一份情才会这么做的 因为爱 你已经被司卿迷了心智 做了那么多违背本心之事 你可知道 你现在这般对待自己 也不再惹人联系 皇上 你难道感觉不到我对你的爱了吗 你究竟还要利用这个爱子 做多少糊涂之事 朕一直不喜欢张氏从前的交门 只觉得你比他更大度 明示力 善解人意 可朕没想到 如今你们二人的性情 都将是颠倒了 皇上 皇上 从今往后 你愿住在这里也可 你想去别处也罢 这幽兰殿 并不是你的金丝楼 你也别想再用爱来要挟朕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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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ah